曾经是台东西区福伦社社员的市长张国舟 受到福伦社的邀请回到自己的娘家 做一个专题的演讲 而演讲内容主要就是以目前施工所的市政为主轴 让更多的社友们能够知道 目前施工所推动的各项施政计划 我相信我施工所一定也没办法 来跟中国退化市 我施工所点比较市 市长张国舟受到曾经担任社员的西区福伦社的邀请 并在福伦社的现场做一个专题演讲 他特别说到待在福伦社十几年 学到了服务人群以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再将这样的精神带进施工所 而演讲的主题也是以施工所所推动的市政为主轴 今天在福伦社我们在周围的专题演讲 最主要是先到我们台东施工所 个人在主政三年内 社工所让市民让我们台东的社友 台东福伦社的社友 他们知道我们台东施工所前线在哪里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今天用这个将近一小时的时间 我向我们台东福伦社的社友 做个详细的报告 他们都非常了解 我也相信台东市要处理建设上是千多万岁的 未来还有一段好长路要走 我希望当院市民多一点掌声给我们 我们今天就会更努力的 来施力我们的市政的推动上 张国舟特别说到目前台东市在建设方面实在困难 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要想办法来帮助台东市发展起来 更期盼市民们能多给市工所一些鼓励 让市政的推动能够更加的顺利 记者 赛赛汉 台东市报道